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广播 我是节目主持人 我是珍 以前我们会认为说 忧郁症是跟那个脑中的血清素有关 95%的血清素的加 是在肠道里面 哇 这样子啊 对 像你的睡眠啊 食欲啊 疼痛 跟你的喜怒哀乐 其实都跟血清素有关 也都是你的肠道 在主宰 所以说 意味着过去我们以前认为 很多的疾病 以为说它原来的噪音 是这个这个这个 可是现在可能被推翻了 像刚讲的 比如说 类似我们最近 越来越多人发生的 所谓的帕金生死症 好像也证实 肠道菌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 因为以前会觉得说 这个路易尸体 就是一种变性的蛋白质 它只会出现在脑里 后来发觉 哇 肠子里面也有 然后像这个 跟心脏病有关的 这个会造成 那个栓塞的这个血块 然后他们 他们就抽出来 做一些检验 就发觉说 它里面有一些 DNA的东西 它一些细菌的DNA 也出现在口腔跟肠道 所以医生就觉得说 哇 以后可能不是检查 只检查这些地方 你也可以从肠道的状况 来看出来说 也许你可能有这些 疾病的风险 了解 所以包括说心血管疾病 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因素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美国在2016年的时候 才会由这个总统下令说 他们要花这个国家的经费 做这个国家维生物组的计划 其中就包含了肠道菌充的研究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揭开健康的知名 OK OK 好 那事实上就更不用说 现在已经知道了 有很多疾病 事实上都跟我们肠道细菌的好坏有关 比如说我们国人最常见的糖尿病 或者是癌症中越来越严重的大肠癌 对不对 这些东西甚至肥胖也有关 对不对 对 像现在大肠癌 我比较确知的就是肠道菌 跟疾病相关关联性比较强的 其实是大肠癌 因为他们就发觉说 大肠癌的病人的体内 它的聚合酸感菌特别的多 它的量特别的多 那像糖尿病病人 他的身体里面 就有一个叫做AKK菌的东西 比例就比较少 那肥胖的 也是大家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研究 在肥胖的人里面 他就发觉他这个后臂菌门比较多 那后臂菌门呢 其实我们后来之后 我们在里面有放了一个 就是世界各国的那个饮食文化的不同 怎么样影响它的那个肠道菌 那我们就发觉 有一个国家 他们家的这个后病菌门 占比也比较高 OK 你猜哪一个国家 应该美国 对美国他们的后臂菌门就真的 为啥 因为他们吃的红肉比较多 高脂也比较多 OK 然后还有一个跟美国 不相上下的那个 后臂菌门比例也很高 叫做欧盟的儿童 欧盟的儿童 为什么后来我们有去看说 他的研究所提到说 欧盟的儿童 因为他们近来 近年来饮食又比较西化 可是红肉也还变多了 然后淀粉啊 高糖高脂 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身体内的菌种 也会产生不同的病化 OK 所以这个就是您刚提到了 饮食真的是造成肠道健康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它会影响肠道菌的平衡 是不是 对对 像我们台湾刚好去年 也做了一个比较小规模的 那个肠道菌的研究 今年他们会做比较 更多人的千人以上的研究 他们就发觉说 台湾可能吃 当然不能说吃草比较多啦 但是植物性的东西 摄取的比较多 所以普雷沃氏菌 我们的肠道内普雷沃氏菌 就比较多 跟那个非洲人 是一样的 因为非洲人他们也吃大量的 水果啊 蔬菜啊 玉米啊 所以他们这一类的菌种 就比较多 基本上他们会觉得 这类菌种多 代表说还不错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 如果尽量多吃 就是原生的食物 食材没有经过特殊加工的 会是不是会让 你的肠道菌里面的菌种 会比较多样性一些 是 是很有趣 因为肠道菌 肠道菌 比如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 因为你多吃蔬菜水果的话 你的菌种里面 有一些是专门分解 这些膳食纤维的 是 对 然后它菌种比例就会比较高 那其他这种菌 就是比较好的菌 对 那还有一种是跟肉食有关的菌啊 然后或者是代谢物 比如说 我们有讲那个 氧化三甲胺 如果说你比较常常吃肉的人 那他是 比如说吃肉啊 红肉 蛋跟奶的人 那他的体内的氧化三甲胺的浓度 通常会比素食的人高 台湾台大的一个研究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那后来他就跟我说 这医生就跟我说很有趣 他说以前他们都会跟心血管病人说 哎呀你要少吃红肉 我说那现在呢 他说他们就会去抽血去发掘说 抽血或验大便 然后就看那个说 这个人他体内的氧化三甲胺的浓度 不是那么高 所以红肉对象 没有那么大 那另外一些人 刚好浓度偏高 所以他就会说 哎你这个 这些人可能要吃少一点红肉 因为可能会造成那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OK 所以更精准化的质量 不是每一个人都试用了 对